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韩国和中国的比赛 现在是下半场0比2 我们暂时落后 对手也是有失误的 韩国队的阵地进过 确实也没有制造太多危险 咱们上半场的两个丢球 一个点球,一个角球 其实我们的确整体实力不如对手 但是只要是方法得当 其实跟对手的差距应该可以再缩小一些 这比赛我们能接受输 但是关键是整个内容呈现在策略打法上 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 点球的丢球有些意外 但是在临近尾声,上半场临近尾声 我们丢这个角球确实还是盯人方面 没有盯得那么紧 我们吧 上半场尾声号室应该是跟金铭载有一些身体上的 这个接触啊 下半场被戴伟俊换下了 这球传的还是稍微晚了一步 刚刚张林鹏抢断还是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丢球丢的太快了啊 我们下半场尾声号室应该是在那里面有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下半场尾声方说 那是和尼尾声的 在这致上尾声呢 就是和尼尾声的 在那里面有什么样的 相产领一样的 然后我们下半场尾声的 这位置是和尼尾声的 就是不仅是技术能力方面 我们现在不如对手 怎么感觉咱们的身体的对抗性 完全跟对手不是一个水平 确实是全面被动 两支球队完全是在不同的一个水平线上 很好啊 对敢于做动作 不错非常积极啊 这球还是给了对手的球权 这裁判有点问题啊 这裁判这难不成韩国打咱们中国 还给是吧 给点小饼 不至于吧朋友们 这裁判真的有点瞎吹了啊 你说这比赛怎么感觉是我们主场吗 我的天呐 哎呦哇 危险危险 这是过了两遍 一过四啊 刘明明还被过两遍 我的天呐 我也在脚下确实有活儿 带伟俊还是能控制一下啊 把节奏压一压 你一味打快其实也没有太多意义 就顾着慌跑了 实际上球也传不到啊 威胁也没有 咱们很难推进到对方的半场啊 就别说这个禁区了 看看这次反击好球 这个节奏不错啊 刘洋 俩人 一个是想想想跑 一个是想传 没有行动太好默契啊 刘洋还是自信一点 这球应该自己来吧 刘洋 完蛋 这又二打一了 这太简单了 单刀啊 漂亮 不错啊 朱神杰这拼了命 补了个门啊 但是这问题是 这球怎么能够形成这样的一次进攻 嘿 原来这韩国队单刀也不进啊 哈哈哈哈 你瞧瞧 现在咱们中国的球迷啊 这个只能通过这些细节找找乐子了 是吧 你看韩国队虽然2比0领先感觉踢的还挺急呢 李刚人啊 空门不见 有话题了 不过说 我不说是什么 这次是什么